歡迎打開Robbie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危機總動員 Blockers 這是女導演 Kate Kano 的第一部電影 她之前通常以編劇或者是製作人的身份 參與過非常多精采的喜劇作品 像是正妹CEO 還有翹牛報道 電影則有歌頭戰三部曲 主演的則有喜劇片的常客 Lesslie Manning 她演過《回到17歲》 《單身啪啪啪》 《復仇者聯盟》等 雖然不是主角 但往往你會對她留下一些很正的姐姐的印象 Ike Baron Ho 則是近年來越來越紅的喜劇明星 有演過《自殺突襲隊》中被小丑抓起來的那個警衛 或者是《惡靈纏身》裡面的角色 以及《摔角界》的明星John Cena 剛介紹的有點太平淡了 讓我們再來一次 以及《摔角界》的明星John Cena 《危機總動員》這部被美國官方選為最佳翻譯片名的喜劇片 是今年又一部成功的喜劇電影 雖然跟早一點的遊戲夜沙秘斯相比 少了一些創意 沒有那麼精彩刺激 但《危機總動員》也是有她相當獨特的觀點去講故事的一個喜劇電影 主要的故事劇情很簡單 就是這三位家長發現了她們的女兒 約定好要一起在這個畢業舞會當天脫離她們的處子之身 於是這三位家長就想盡辦法要去阻止她們 然後一場驚天地氣鬼神的危機行動就這樣發生了 這個故事是會讓人想到1999年上映的《美國派》這部電影 他們也是在講四個高中男生想辦法在畢業之前 破處、脫離處男的故事 這部電影當年相當成功 非常的有話題性 還一連拍了三部的續集 也算是YA片的十組 讓青少年的性議題變成一個商業片的好題材 來到2018年的《危機總動員》 主角從四個高中男生變成了三個高中女生 這個轉大人的議題看起來就是更有趣了 片中的角色完全沒有像美國派裡面那種 精蟲充腦的男孩子 而完全是女孩在主導 這點對我來說是整部電影最不合理的一個地方 但也可能是這部電影做得最好的一個地方 因為《危機總動員》的議題非常的清楚 青少女用性的自主權去宣誓自己已經長大了 自己有能力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特別是女孩子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這一代的女孩子不再是男孩宰哥的對象 他們知道自己要什麼以及自己正在做什麼 除了新一代的YA片主角之外 《危機總動員》也講到了新一代的家庭型態 以及永遠不變的家庭價值 這三個主角的家庭都不是傳統的核心家庭 一個是擔心媽媽 一個是家庭主婦 一個是離了婚之後媽媽再婚的 你看不見上個世紀馬龍白蘭度那種傳統男性的角色在 那種男人在這部電影裡面好像都死光了一樣 他打破我們的既定印象 強調各種不同新型態的家庭 但都一樣能夠給小孩一個穩固健康的家庭 這是給我感覺很好的地方 但也有一個地方讓我感覺不是那麼的好 就是這部電影在族群上面的處理 有白人有黑人有印度人有亞洲面孔 這裡就有一點跟星際大戰八一樣 裡面亞洲人的角色是讓我一個身為亞洲人的觀眾 不會開心的 有一個印度人是不是亞洲人的笑話 我覺得還可以 有白人有黑人有印度人有亞洲面孔 亞洲男生的角色我也覺得還可以 但是有一個亞洲女性的角色 我完全不知道她在幹嘛 我完全不能理解她是一種宅女嗎 或者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 如果有人看得懂的話請務必要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這是一部信息劇 但我想畢竟是一個女性導演在操刀 然後又是以高中女生為主角 沒有什麼會讓人覺得骯髒的地方 不像是美國派 大部分都是可愛有趣的 然後用對性的開放去刺激觀眾的效果 嚴格來說以性喜劇來說 這部電影還是有點保守的 少了一個歌喉戰中像Fat Amy那樣的角色 三個爸媽表現都很不錯 彼此有一種蠻好的化學作用 以Leslie Mann飾演的單親媽媽為主角 然後讓兩個男生負責去搞笑的部分 大量的笑點都交給了John Cena 在這個相對誇張的電影當中 她的表演她的演技算是很成功的 或許也因為女導演的關係 很多的地方她必須要展現她的強項 她的身材 然後她必須要去犧牲攝像 製造出非常多的笑料 我覺得那部分都是蠻好笑的 我之前還蠻不看好她能夠成為下一個巨石強身的 但是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覺得是蠻有機會的 只要能夠讓她的觀眾緣繼續培養起來的話 《危機總隊員》裡面有一段是讓我稍微有點出戲的部分 就是有一場戲是回到John Cena的家中 然後出現了一大段關於女性自主的說腳 我是認同這個議題沒有錯 但是我還是覺得有點沒有必要直接把它說出來 整個電影的過程是輕鬆好笑的 節奏也沒有太差 電影結束之後片尾還有一點小小的驚喜 請記得要留下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適合女性觀眾的幽默喜劇 男性觀眾則一定要去支持John Cena的搞笑甜分 我會特別推薦這部電影給 家中有女兒要轉大人的爸爸媽媽去欣賞 《危機總動員》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請幫我按讚 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牛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